是基本上确定这家公司是什么 这家公司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虚的 不是白天卖小吃一间馒头的 晚上叫PD的 懂我意思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澳洲小王子 然后我们今天去讲一件事情 就是你怎么确定 你补习的这家教育局是真的 不是虚的 就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大家知道我的公司是在澳洲 悉尼就是我的办公室 对吧 但是呢 我有很多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 其实在上海或者在国内 那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怎么会这么担心公司是虚的 但是我后来了解了 还真不能怪他们 就你知道上海疫情期间 就是很多公司就shutdown了 然后在shutdown期间呢 就是很多公司就卷入跑路了 就他们之前可能碰到过黑店 知道吧 所以不能怪他们得被迫害幻想症 知道吧 包括在澳洲 我之前有个学生 我印象特别深刻叫Momo 然后他住的还特别远 在乌鸣港 然后来上课 然后去的是另外教育机构 去了以后才发现 教育机构在疫情期间已经倒闭了 如果再通过Google找到我们 就所以呢 在疫情期间澳洲也有机构倒闭了 懂得是吗 那么国内就可能更多 所以他们要确定你家教育机构 是真的不是虚的 或者讲了更加准确一点 就是确定你是一家机构 你不是个人的 懂吗 不是白天卖生鸡馒头 白天卖小笼包 晚上的时候叫PTE 他都不要 他要是一家机构 那怎么确定你是一家PTE的补习机构呢 我给大家讲三点 第一 你有自己的账号 所谓的账号是什么 就是自己现在还在经营的账号 懂吗 因为我们每家公司可能有很多账号 比如说我在有些平台账号 可能做做就不做了 但是有一些账号是你一直在运营的账号 那这个账号你要去看他的内容 看他有没有更新 是不是更新很频繁 你去一家公司 他连账号都没有的 你害怕吗 网站有个鸟用呀 哪个公司没有网站 建个网站200奥币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看的是什么 你要看他有没有一个social media 一个平台 一个账号 这很重要 而且这个账号要持续更新的 像我这样更新了300期 而且不断再更新 你别他上次更新 在两年前 那搞不好已经结束了 是吧 账号一直在更新 最近还在更新 这样那家公司是active的 是在动的 对不对 而且其实平台有些时候 就是一个监管机制 他也不敢乱来呀 第二点 看办公室 但其实呢 我觉得办公室也不一定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办公室 加哈拉的也很多 办公室最重要是 你要看的营业执照 就比如说澳大利亚嘛 如果你是个人是abm 像我的是acm 因为我是company 我是公司 所以我也讲acm一张执照 所以这张执照 你可以看一下 就我之前 我记得刚创业的时候吧 就是有学生家长 就要看一下我一个营业执照 因为当时刚创业的时候 就我一个人嘛 那么也要看一下 你是不是一家公司 OK 不像现在已经做了很大了 那么另外呢 你看的时候 你还要看一下日期 就在公司 什么时候建立的 懂我意思吧 里面这公司是 昨天刚建立的 你敢去啊 对吧 你去你去 你去做手术 你什么时候 你做过手术吗 没有 我昨天刚从大学毕业 你敢让他给你做手术吗 一样 像我的公司 是2016年创建的 也就是说 我说 PD 从2016年进到澳大利亚 我就开始教了 对吧 因为PD就是2016年 下半年进入澳大利亚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我有这个八年的经验 是公司成立年间 公司成立一年 你有五年教育经历 你骗谁呢 对不对 最后你当然 可以找CC 就是Course Consultant 的课程顾问 稍微去聊一下 对吧 它的专业度 它的跟你聊天的 一个程度 一个专业性质 你基本上就会 抿出这家公司 专不专业 因为我一直认为 公司不专业 它的Course Consultant 它的课程顾问 也是不专业的 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这三条 Social Media账号 办公室 加上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 我觉得最重要的 看日期 最后找CC去聊 这基本上 确定你这家公司是什么 这家公司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虚的 不是白天卖 小生煎馒头的 晚上教PD的 懂我意思吧 好吧 下个视频别忘了 点赞 别人关注 明天告诉大家 如何选一家 适合你的 PT教育机构 拜拜